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 我们看下 mieć 秘密,今天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的意思呢 今天这个白 Trek跟什么意思是正 Ook我来说 这个意思也是韩国人经常说的 我来请客的意思 那么这个苏打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本来的意思是拿枪开枪射击的意思 可是为什么会演变成为这个沙打呢 为什么会演变请客呢 因为在我们请客的时候呢 从这个后面送口袋里面掏出钱包的样子 很像什么呢 很像射击的样子 所以呢就演变成为这个 苏打设计的意思了 演变成为什么呢 这个交钱付钱买单的意思 所以呢可以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呢 都是可以表示今天我来请客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对话讲的是什么内容 那么第一个 科长 과장님 那么我听说了一个好消息呢 那么B怎么说呢 B是什么呢 B是谁呢 B呢是 과장님 과장님怎么说呢 무슨 소식이요 什么消息呀 무슨 소식이요 那么A怎么说呢 A 왜 그러세요 A为什么 A怎么这样呢 为什么那样呢 装什么算呢 这个意思啊 那么 那么 과장님이 下个月啊 那么这个她是月的意思 那么下个月呢 曾经做了那 曾经做的是 protects 那么他还有过于能带 那么您下个月呢 成直啊 生直这个曾经 生执的这个事情呢 撒尽能 过他都 而过于能带 都知道了 那么这个nanda也表示停试作用的提示啊 我们都知道了 那么b呢 pulso ta somun ni nana pulso do pulso ta do呢 somo ni nada somo什么意思啊 这个小道消息啊 小道消息都已经传了这么多了吗 那么这个nada什么意思啊 出来的意思 那么加这个na表示什么呢 疑问的nana都出来了吗 那么a怎么说呢 kwa zang nim hantok nesil go jo 那么nide请大家吃一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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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nide请客吃我们 请客给我们请一顿饭吧 han tok nesil go jo 那么nada什么 jiao啊 jiao的意思 那么后面加这个si 表示呢 对这个听长的 跟这个科长的尊重 那么后面加这个er go jo 你们 你会给我们请一顿饭吧 那么b怎么说呢 tua yo 好的 onno jega hantok nesil go jo 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吃饭 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从头来读一遍 과장님 과장님 좋은 소식이 들리던데요 무슨 소식이요 에이 왜 그러세요 과장님이 다음달에 승진하시는거 다 알고 있는데 벌써 다 소문이 났나 과장님 han tok nesil go jo 좋아요 오늘 제가 han tok nesil go jo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要学的对话 那么通过这个对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要学的单词 哪一个呢 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소식 소식 消息 是一个汉字词啊 那么 好消息怎么说的呢 좋은 소식 那么没消息 是好消息 无消息跟 좋은 소식 对吧 没有消息 没有消息是好消息 那么下面呢 다음 다음 下面 那么 下个月怎么说的呢 다음다 다음다 下个星期呢 다음 주 那么上个星怎么说呢 지난 지난 주 지난다 怎么说 那么 성지呢 성진 성진 성지的意思 성千的意思 那么这个 벌써 person呢 后面 一般加什么 加这个过去式 比如说 已经说了 벌써 말했어요 已经做了 벌써 했어 后面 一般的 一定的 都是指这个过去式的 那么这个呢 왜 그러세요 왜 그러세요 你怎么那样呢 别这样 这个意思 왜 그러세요 在我们口语里面呢 经常说的一句话 那么这里呢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一个特别重要的单词 소문 소문是什么意思呢 传闻啊 小道消息的意思 一般是指 不是正式的这个 不是正式的消息 而是呢 一些传道的一些绯闻 小道消息 传闻 这样的一些事情 叫 소문 比如说 ソムにナダ ソムにナダ ナダ 什么意思啊 出来啊 小道消息传出来的意思啊 ソムにナダ 那么下面呢 ソムにポジタ ポジタ 什么意思啊 散道 全部散发出来了 已经 传播开来的 这个意思啊 那么 小道消息呢 传播开来了 ソムにポジタ ソムにポジタ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要学的 ソム 小道消息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 文法 文法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一个什么 很重要的 独品法 这个什么呢 敬语 敬语怎么说啊 那么我们课文中 出现了很多的敬语 比如说 カザン ハント レシー ゴジョー 那么你 请客吃饭吧 那么 カザン 是我要尊敬的对象 所以呢 我在这个动词后面呢 要加这个 シ 加シ 那么后面加这个 r就表示呢 将要的意思 你要将要请客吧 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看一下 独品法 独大什么呀 高啊 那么 高高的这个画法呢 表示敬语的意思 独品法 敬语 是指在 遇到比自己年长的 或者是初次见面的时候 使用的 那么不仅是年长啊 年长呢 当然是要对他用敬语了 那么有的时候呢 对于我的上司啊 不管他是年长 还是部长 那么只要是我上面的人 我都要对他用敬语 那么呢 还有呢 初次见面的人 我跟他不熟悉 不熟悉 所以呢 我不能随便跟他用一些特别随便的话 我只能跟他用这个敬语 所以呢 这个独品法呢 在韩国的社会当中 非常的严格啊 那么我已经讲过了 差一岁都是非常的严格 所以 比我大一岁两岁的时候呢 我也要对他们用敬语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格的一种说法了 那么 韩国语中的敬语呢 主要是通过了什么呢 各种各样的形式都可以表现出来 比如说 通过这个终结语尾 比如说 这样的终结语尾 主格助词 也是主格助词表示尊敬的 还有呢 语格助词啊 先生님께 선물을 드려요 那么呢 词汇啊 드시다 住시다 都是一些词汇 称呼 比如说 과장님 还有呢 先生님 교수님 这样的称呼 等等 很多的方式来表现 那么可以通过提高对方 比如说 선물을 드리게요 才住세요 那么提高了对方 或者是贬低自己啊 比如说 臭嫩 臭义嫩 把我自己贬得很低来提高对方 那么 这样的很多很多的途径呢 我们都可以表现出了敬语 所以呢 韩语呢 比较难的一种 一种啊 这个语法就是敬语了 那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住了 啊 初学的时候一定要从敬语开始学 那么之后呢 我们才会比较习惯啊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主体敬语法 今天我们要主要 学的是这个主体敬语法 那么韩国的这个敬语法有三个 一个是主体敬语法 一个是客体敬语法 一个是相 一个是什么 相对敬语法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主体敬语法呢 是表示对 对自己的这个主语表示尊称的 或者是主语的行为 动作状态等 表示尊敬的 我们说啊 比如说教授啊 教授呢 是我要尊敬的这个主语 那么不仅仅是他要尊敬他 教授的头发很漂亮啊 教授你的领带很漂亮 教授你的车很漂亮 那么他的这个动作行为状态 都是可以使用这个敬语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嗯 最主要的这个表示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呢 是主格助词 用这个 那么这个解释呢 那么这个解释呢 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 或者是 我们说 比如说 弟弟 通宣恩啊 通宣オッパ 都是可以 不用尊称的 可是呢 教授人 是后面 加这个是不可以 教授人 解释啊 先生人 解释 这样的话呢 就表示尊敬了 这个老师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呢 动词或者形容词呢 他们是什么 用言啊 用言的后面呢 添加这个 或者是 那么什么时候用词呢 是没有 没有这个韵味的时候用词 那么有韵味的时候 用这个 比如刚才我们讲的 那么这个 后面加这个词呢 表示对这个 这个夸张令的尊敬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词啊 有韵味的时候呢 我们加这个 这个 比如说 如果是没有韵味的时候 我们直接加这个词啊 这个就可以了 这么说 那么呢 如果是韵味是理语的时候呢 比如说 那么韵味是理语的时候呢 他要把这个理语去掉的啊 那么如果韵味的是这个 这个提个不规则的时候呢 比如说 特大 我们都知道特大是听 那么这个听呢 后面再加这个啊 加这个啊 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变成这个呃啊 特大 特大 那么呢 这个比语是不规的情况呢 要把它变成什么呢 把这个比语去掉变成呜 或者是变成呜 比如说这个 这个出大 那么呢 那么呢 这样子变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例句 这里有两个都是属于的 一个是 就是 那么在这个奶奶的后面 加就是 表示呢 那么 那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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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市长啊 那个市长呢 怎么样呢 那么市长呢 怎么样呢 任何时候都 很早的 出根 出根 下的是什么呢 上班 那么后面加 他都是 每天都是 很早的上班 那么第三个呢 那么这个 虽然是胡子啊 那么爷爷的胡子呢 很多 胡子呢 是不是爷爷 可是爷爷的胡子 也是属于爷爷的 所以呢 对于胡子来说呢 也要用这个尊称啊 那么第四个呢 先生你们 学校が かかうしゃさ 平安し겠어요 那么这个 老师呢 离学校很近 かかった 那么这个 かかった呢 这个 是不规则的 所以呢 把它变成 う かかうしゃさ 啊 就表示原因的 所以呢 pionada 很舒服 很方便 pionasi geta pionasi geta 老师呢 会很舒服 这是我们的 一些例句 那么我们看一下 也有一些单词呢 是不需要加息的 他们直接有 他们自己的 这个尊称的方式 比如说 mok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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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hida 可以什么呢 tushida chapsu shida 那么chada 可以变什么呢 chumushida mada maisumashida chukda 怎么说呢 duragashida a puhda a puhsida 或者是 piontanshida i ta kesida i suhida 那么这个 bap可以怎么说 ji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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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爷爷呢怎么样呢 他在吃饭 진지是 밥的尊称 잡수시다是 먹다的尊称 那么 안녕히 주무세요 주무세요是这个 자다睡觉的尊称 请您安静的入睡吧 안녕히 주무세요 教授呢 说了非常好的话 那么这个 말씀 是这个 말的尊称 那么这个하다就是 하시다 말씀하셨습니다 那么下面呢 주무에 시대에 가요 시대是什么意思 시집 시집是什么 婆家 那么这个 집 婆婆呢 是我要尊贤对象 所以呢 我不说西지 我说 시대 那么我要去这个婆家了 시대에 가요 영세가 어떻게 되셨어요 영세 这个 나이 나이 중앙是 영세 你的 영세 你的年纪呢 是怎么样的呢 퇴셨어요 퇴的后面加这个 시 선생님께서 평창하셔서 오늘 수업 못하는데요 못하신데요 那么老师今天呢 这个生病了啊 这个 아프다 就是 평창하다 평창하셔서 是原因的 所以今天呢 수업 못하신데요 那么这个 대요 是什么 다구해요 他说 今天呢 不能来上课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要讲的尊称的形式了 那么今天的课 就讲到这里了 여러분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